权力是一个政治制度 在涉及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一方面没有权力就不能形成有效的管理 制度也就形同虚设 俗话说没权力就办不成事 但另一方面权力过大又会办杂事 由于权力对人性的极大腐蚀力 一旦获得了权力 人性中的恶就有了发动的机会 历史的教训已经向我们显明 几乎没有人可以在权力的诱惑面前 持久的立于不败之地 为此在处理权力这个东西时 西方的哲学家 政治家们是非常谨慎 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 柏拉图曾经坦然地承认 无上的权力 足以使傲慢和不公 成为人的拖累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孟德斯鳩 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 一旦拥有了权力都难免于滥用的倾向 英国政治理论家阿克顿勋爵更是直接了当地说到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正是以史为尽 美国宪法的缔造者们深深地意识到 如何有效地限制权力 比如何高效地运用权力更为紧迫 这也是他们在一开始 就为美国设立有限政府原则的原因 美国宪法带给人们最深刻的启示是 不承认没有限制的权力 更不承认不受约束的政府 换句话讲 就是宁可政府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也不要集中力量办坏事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 被誉为宪法之父的开国元勋麦迪逊这样说 如果每一个人都像天使一样完美善良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 如果政府官员都是天使 那么政府就不需要任何外部或者内部的监督约束了 逐渐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 最大的难度就在于 你必须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管理者 然后要让政府能够管理自己 毫无疑问 对人民的依赖是控制政府的首要因素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 除此之外 必须有其他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麦迪逊在这里指的预防措施 就是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 也就是说 如果人类不能确保自己的政府是天使 那么就有必要在权力上进行制衡 避免他们成为魔鬼 那么权力的制衡该怎样进行呢 这就涉及到三权分立的制度构思 三权分立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洛克 后来在孟德斯鳩那里 被系统性的完善 成为美国宪法中的重要理念 三权分立的意思是这样的 国家立法权 行政权和司法权 分由不同的机构掌握 从而使他们相互制约 以达到权力上的平衡 三权分立在美国政治中的体现 可以这样的描述 第一 国会拥有立法权 却受到总统和法院的制约 总统有权否决国会的立法 法院已有裁决国会的法律 违宪的权利 美国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参议院有100位参议员 每周两位 任期6年 众议院有435位众议员 根据各周人口总数分配 任期2年 第二 总统 副总统及内阁具有行政权 却受到国会和法院的制约 一方面 行政机构的设置和经费 必须由国会批准 另一方面 最高法院可以宣布 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违反宪法 第三 法院行使司法权 却受到总统和国会的制约 首先 法官是由总统提名 经过参议院同意后才能任命 其次 国会拥有弹劾法官权利 目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9位大法官 以上三个方面为美国的政治制度 搭建了一个平衡的架构 使得权力可以被审慎的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我们习惯上把美国不加区分的 称为民主国家 然而作为美国制度根基的三权分立 所要达成的效果 并非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民主 而是对多数人意志的约束 是对纯粹民主的制约 这种制约起到了避免多数人暴政的作用 因此美国所代表的民主 并非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那种纯粹的民主 而是一种审慎的民主 与那种纯粹的民主不一样 审慎的民主对人性有着天然的戒备 他不但拒绝接受某个人可以永远是正确 同时他也不认为作为政治抽象概念的人民 可以永远正确 如果我们对圣经有些基本认识 理解这一点是很容易的 创世纪三章记载始祖犯罪 人性被罪所污染 于是每个人都背负了原罪 既然单一的个体有着这种原罪 为什么把无数个体叠加起来成为人民 就突然间没有罪了呢 就可以代表真理了呢 因此审慎的民主深刻之处 正是在于对人自身的审慎 他不仅仅在历史中的个体身上发现问题 而是进一步透过这些个体身上的问题 看到作为整体的人类本身的问题 审慎的民主在美国最典型的体现是什么呢 那就是司法复审制度 Judicial Review 司法复审制度是指联邦最高法院拥有着解释联邦宪法 审查联邦和州法律 以及立法和行政机构的行为 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的权利 司法复审制度充分体现了宪政对民主的约束 国会和总统都是民选的 因此他们代表多数人的意志 也就是代表民主 而法官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他们并不代表多数人的意志 而是作为宪法的守护者 代表宪政 于是他们共同构成了民主与宪政的关系 这种关系体现了对多数人暴政的制约 这正是审慎民主的体现 然而没有一种制度是绝对完美的 这不一定是指着制度设计上的考虑不周 而是人的罪性总是驱使自己 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寻求滥用制度的可能 只要假以时任 在这一点上人几乎总是能够成功 那么司法复审制度在今天的美国遭遇了什么呢 它体现出了美国社会的什么问题呢 敬请关注这一系列的下一期视频 最高法院的激进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